整個發展的部分 當然原先就是各個目的是主管機關的領地 譬如說商業的部分是用財政局 那這個公園部分是公園處 那這個社福用地是我們社會局 那當然我們公營住宅現在是放在社福這個用地上面來做興建 你沒有回答他的問題 對 那因為 因為正式把人情開發不是人的地方 所以個別開發的話能夠帶動這個地方的快速的發展 我想市府當然是 除了開發方式上面除了有BOT之外 當然也有我們政府編列預算來開發 我幫你補充好的 過去在開發的時候 郭德他是被邀族做還品的 所以在這裡為什麼他會延宕 其中有一部分就是還品過不了 因為這裡廣磁這邊有非常多的老數 那當時在招標的時候並沒有提到這個還品的部分 後來加做了還品 因為他的開發超過了五公斤 所以他的開發也當掉了 也當掉了之後呢 市政府當然也看到這個問題 如果今天市政府他自己本身要來開發的時候 他也必須面對還品的問題 所以他們只把玩法 他在點頭喔 他就把它切成三塊 三塊之後呢就不必還品 他的速度可以加快 可以早一點 早一點完成廣磁的開發 這是一個 第二個就是說 他將來把這1500戶放進來 正好就是市政府好市府 當時給市民承諾5000戶的公營住宅 正好滿足這個5000的數字 所以他就一次解決他兩個非常嚴重的問題 就是這樣子 好 所以當初國德有拿出公營住宅嗎 這個就是 沒有 當初國德是沒有含公營住宅的 所以剛開始我就開頭我就講過了 在八年當中 廣磁開發延宕裡頭 過去的計畫裡頭也沒有公營住宅 也沒有公營住宅 一直到市政府 他把它切割開了之後 才把公營住宅放進來 是在去年的12月24號 他公展的時候 然後我們民眾才知道說原來 這個地方要放進1500戶的公營住宅 他增加了這些公營住宅 把他什麼東西把它弄進來 都沒有弄掉 他增加了動機 從200到400 剛才李長有提到 15 本來是15 15層的 他放寬到400之後 也許他就變30層樓了 也許就變30層樓 然後把大量公營住宅放進來 我在這邊必須跟媒體朋友再講一下 就是說 將來這棟大樓裡頭 有非常重要的 我們台北是重大的 而且是大型的社福設施 包括了長照中心 這些東西都是過去 一般民眾他們不會要的 可是我們在地的民眾 是非常忠厚老實的 他們從來沒有對於這種 大家不要的 不要說是靈畢設施 就是大顯社福是說NO 他們從來沒有說NO 他們也讓市政府進來了 沒想到市政府 一再的吃我們民眾的豆腐 而且一再的 什麼 軟頭沾滾 真的是軟頭沾滾 軟頭沾滾 所以今天才會把它 1500戶 把它直接又放進來 這棟大樓 將來有這麼多的老人 老人照護中心 長照中心 生臟 生臟中心 也在這棟大樓裡頭 各位試想 30層的大樓 如果萬一發生消防危機的時候 要多少人去疏散這棟大樓裡頭的 需要推輪椅的 需要推床的 需要推床的 市政府考慮過嗎 考慮過嗎 像這樣大型的開發 難道不用跟民眾來說明嗎 難道不用嗎 這就是隔壁那個巷米幾米 八米 八米 那是八米 八米的道路 所以他的配套措施都沒有做 這是一個沒有遠見的市政府 我只能這樣子講 簡單的說啦 台北市政府是投機技巧 他們是找不到的 看到工人住來就挑票了 所以就趕快找這個地方 對 如果說 這個部分 因為 剛剛也報告過 因為 在修正這個 租金化的時候 剛好 供應住宅政策也在推動 那對於在推動的 當初 我們台北市供應住宅的存量 跟世界來比 都是低的 不夠的 那為了今年的居住問題 那為了這個 沒有自由住宅的居住問題 我想 在社福用地上面 新建工營住宅 也符合他的使用的方向 那當然 量 是 對 剛剛講 我一開始有講說 原先的 原先開始 這塊基地 在95年之前 就是機關用地 他的容積率就是400 一開始 在變更之前就是400 公營住宅不等社福用地 當初是廣時博愛院級 五名平宅 都是機關用地 95年的時候 就是機關用地 那時候變更以後才是210 你問他為什麼 當地的地方充分桌民 2001的目的是什麼 你要講一下吧 你的計畫都在這裡 當時是說 這個周邊的公共設施服務不足 這個狀況 那現在我們檢討過了 它是 目前是 民屋的狀況 現在是可負擔的狀況 包括交通 包括 我必須再講一下 各位媒體也可以再去追一下 就是說我們現在公營住宅 蓋的並不是只有我們 他要蓋的並不是只有我們 還有文山區 潤泰建設 也要蓋公營住宅 為什麼潤泰在BOT的同時 你們不把1500物放進去呢 為什麼你們不敢去得罪潤泰呢 為什麼要得罪我們這邊的人呢 為什麼 安康平台的容積的部分也是一樣有 1225你升到450 你都在講謊話 坦白講 好大的官威啦 好大的官威 稍微問你就是說 你把那個 要按碼切個 不是 是一個整體 原來是一起 整個全區一起開發嘛 那現在檢討了以後 因為全區一起開發 當初不是很順利 所以現在我們把它分開來開發 那分開來開發的方式 有BOT的方式 有這個 政府自行編列預算開發的方式 那是兩種方式 那不同的方式的時候 如果它有達到環評的要求 它需要做環評的部分 我們還是按照規定來做 這個部分看環評的心目 開發當時它的 辦理的方式 以及它的規模 這個時候再來 再來做 環保單位來理解 你就說環評這很清楚 只要環評你 是環保單位 不是環評啦 簡單一點點就環評啦 沒有那個 沒有那個 沒有環評 這個環評 要不要環評是由環保單位 今天挖一塊 明天挖一塊都不用做啦 它能化整為民嘛 這是整塊土地嘛 他們在選美一萬 市長在選美一萬 現在接成三塊啦 明天會接成九塊啦 我告訴你 以後都不用環評了啦 主命回去問你的市長 他講的話算話不算話 你回答我們的當地的里長好不好 主命 你回答我們當地的里長 主命 這二十八成就不用環評 你說可不可惡 吃飽玩法 吃飽玩法 現在的市政府的公務員 沒有那個職業良心啊 這樣設計二十八成了 就這樣 對啊 哪裡有這樣 他們有七八年 我現在不講話 不黨的話 你們就馬上要安度成長啊 我們還是要求啦 市政府 今天不講話 他馬上就設計完了 我還是要求啦 市政府要一視同仁 大概已經設計好了啦 沒講的時候不拿 他還沒有宣布 所以我們不要 而且市政府 在把宣布做是承諾 他要引進第一流的設計 是做一個第一流的公營住宅 請問這是第一流的公營住宅嗎 為什麼在其他區就是第一流的公營住宅 到了我們信義區就是 就是最不入流的公營住宅 為什麼呢 我想問一下市政府 為什麼 同樣是台北市民 他怎麼可以這樣子對待福德地區的民眾呢 我們情何以堪啊 我們情何以堪 另外我們希望主秘帶回去 好市長講的話算不算話 請他這個一個禮賣公文給我